Hon Nong 韓國不會有這張的 但是肌肉成就不對的 阿倫哈 Tonon開動了 舉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十 十個炸雞嗎 時間韓式炸雞 哎呦 還有我吃之前 我說一些事情 从现在我吃着我的感觉修大 这个是比较个人一点的东西 因为美国都很辛苦做得对吗 所以这个是我的建议 因为我是主持的 所以专业的角度来说 一些的我的想法修而已 所以你们的参考一下 韩国品牌目前来说 台湾进来是大概四种 一个是BBQ 还有奶奶 还有一个车嘎鸡 还有一个是欧布玛 四个品牌现在进来韩国 韩国炸鸡市场来的话 会分开三种 一个是大品牌 还有中的品牌 还有以外的品牌 大的品牌是一千个以上的 问韩国人 你最喜欢吃的炸鸡是哪一个 第一名是 台湾还没有 第二名是 还有第三名是 第四名是 这个BBQ 这个是韩国人最爱吃的 第四名 第五名是 第一年代吃的 里面的金鸡 车车吃的话 大概第一名 这样子 这样子 BBQ 你们看一下 他们的包装 他们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很多空对吧 炸鸡需要这个的空 因为这个空没有的话呢 满死 四四了 不会确确的感觉出来 所以这个包装 他们做得非常好的 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 斑斑耶 一斑一斑 一个是养药的一个是 韩国的话其实炸鸡大概80%大小的炸鸡 会有炸的 所以韩国你们去炸鸡吃这个 BBQ跟来这边吃的是 有味道有差的地方是大小的 炸的鸡是比较冷一点的 还有鸡肉的腥味比较小一点的 炸鸡肉的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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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酢是好吃 但是里面韩国吃的比起来 有点鸡的腥味可以有 但是嘴巴里面吃的时候 有的粉的味道跟脏的味道 韩国一样好吃 这个就好吃 两个一样不得 对啊 一开始这么好吃的吃到 后面有点难捏 对吗 韩国加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太甜了 对台湾人说太甜 所以吃的时候 養三个吃的时候会腻 但是上面有打蒜 所以这个黏度就脏下来 所以这个好好吃哦 谢谢 介绍好的食物给台湾人吃 哇 谢谢 好好吃哦 OK 吃奶奶鸡肉看一下 这个有点可惜耶 你看看 第二个 盒子很小 空这里一个 这个一个而已 所以这个看着一定有闷的 里面闷的 打开一下里面的可乐看看 可乐是冷的对吗 炸鸡是热的对吗 热的 冷的一起 更闷的里面 那么小的地方 热的薯草 那个炸鸡没有空间啊 就焖死了 它已经焖了 焖焖了 哎呦 三百多十多块钱 哇 超大哦 哇 这个鸡 你看看我吃的可以给我吗 哇 我刚刚修的 你看看 它也已经很大 但是它更大 这个 韩国不会有这这样的 真的 这是鸡肉层层不对的 所以一定吃肉很干 为什么干的话呢 很大堆嘛 大东西炸的时候很难说对嘛 所以炸的鸡肉很长 所以里面的肉直接不会出起来啊 哎呦 韩国人那么喜欢的一个品牌来台湾之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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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半鸡腿嘛 半鸡的话 韩国半鸡的话呢 这样子真的 半 所以一般里面一个鸡腿 一个这个 一个鸡胸 这个是半鸡 但是它们所以嘛 两个鸡腿 两个鸡吃 送不两个 哇 这个是整鸡耶 整鸡 原本的外国品牌的 我们要去 到底的看绝啦 韩国的一模一样东西 给台湾的人吃是对的 我的想法也这样子啦 哇 这个鸡腿真的是店当里面有大鸡腿 完全没有 短食的味道 完全没有 这样有个蜂蜜的味道 鸡肉太大 盐鸡里面的味道 肉的味道不够 炒鸡都一定过咽的 但是 台湾很大的鸡肉的话 咽的时间不过啦 所以这样的会变化 哇 这个太夸张了 哎呦 你是不是示范 因为这个真的 真的好的品牌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第三个是车卡吉 他们这边很清楚学了 32年之前做的品牌啦 所以这个是 我的小朋友的喜欢的味道啦 在台湾最红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进来的 最早进来 三年至四年之前进来的 你看看这个 年年鸡腿比起来的时候呢 盒子里面 这个也一直对嘛 但是里面有空间 所以它不会闷到这个 这样的基本的技巧 很重要 哇 我喜欢的口味 这样放一下 还有 他们又还是给我这个耶 前面两家没有这个 手套 对啊 大概还蛮天性的 非常好吃哦 非常好吃 好吃哦 其实这个品牌 在台湾进来第一次开的时候 其实我去哪边吃过了 他一开始说什么 韩国的鸡不一样 斑斑的 斑斑 鸡肉一半用而已 对吗 所以他们用台湾子很大的一半用 对啊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不对的奇怪 所以其实他们未来鸡肉 调整过了小一点 还有他们都要特别一些 炸的鸡器很重要 他们的鸡器是韩国炸鸡的鸡器 带过来的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你连吗 不好意思 因为韩国炸鸡店的炸的鸡器 特别厉害啦 全部 大小 鸡肉 全部很好 很好 我推荐 可以推荐 很好吃 那还有 这个我现在看的时候非常好奇 这边可以你们看到吗 整通 Korea No.1 烘焙烤鸡 来台湾了 在韩国 他们是不是第一名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这样子 他们的韩国有大概130家 所以别的是大概1000家以上对吗 他们怎么会说 我是 韩国 No.1 品牌 我不知道这个什么会说这样子 有的人知道的啊 留言一下 我真的想要鸡刀 来看一下 要严肃 开心一点吗 要严肃 对 开心开心 开心 烤的特性是什么 烤起来的烤的颜色 出来之后的香气 肉的香气会出来 这个香气是烤的特色对吗 你看这里 没有烤的颜色 烤的感觉没有 冰淇淋没有冰朵怎么办 我叫冰淇淋 对啊 A few moments later 我刚刚看过他们的韩国的菜单 一样的菜单在这里 这样子的 他们是推理都有 但是看着我的重点是烤的颜色呀 烤的颜色出来才有香气 皮哪边就很有 这个要出来烤的时间 要出来才有确确度跟不会油腻啦 但是 这个是可能 我不知道 他们的SOP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油腻了 还有没有烤的香气 里面的鸡肉没有淹过耶 不知道淹过来现在怎么味道没有啊 是不知道味道 对啊 对我来说这个 这个 我不会推荐的 真的 我不会推荐 好 以热炸技 我知道这个店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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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鸡是小的 找到了 对的鸡 耶 你看看 奶奶 BBQ 已热 看到吗 我说的 鸡肉是这个的鸡啊 哦 哎呦 吃的时候 里面的肉汁 还在 还有鸡的鸡肉也没有 还有鸡的鸡肉也刚刚好 他们这个台湾品牌 做得好 非常好 哇 哇 BBQ 奶奶 十个鸡 同一级级 味道 哇 做到这个台湾很多吗 很多炸吗 之前只有两间 嗯 都在台北 啊真的吗 你看看这个是炸的呀 看看嘛 金黄色 对啊金黄色 还有外带过来的时候 啊 哇 有一点一点湿湿耶 你看看这里 他们的盒子太小了 空间太小 所以热的空气 不过时间出去外面 所以里面的水分就这样出来了 可能老板考虑一下盒子 外带的盒子 我觉得这个一下一下改变的 我觉得还蛮有机会的 品牌呀 哇 很不错 有梦炸鸡 有梦炸鸡 一百八 韩国到底的炸鸡 一百八 我说譬如说我说这样子 我去韩国 韩国时候我说 一百八 台湾到底的人的书鸡 我说这张的话 没有标准的东西啊 这个是对不对 对吗 我要知道为什么他说 一百八 到底的炸鸡 我打开看看 哦 哦 这样子的 哎呦 哦 头晕晕了 看着袖子头晕晕了 全部试试了 你看干嘛这个 血本 全部试试了 还有这个 完成没有空 完成没有空 肚丁 闷死了 炸鸡是什么 雀雀 就没有雀度了 这张的 所以里面他们全部用这个跟这个 最便宜的 肤胃 没关系这个也 我喜欢这个肤胃 哈哈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像这样的 就不会一百八耶 哈哈哈哈 韩国的这些东西里面也会有打算的 山姆 或者洋葱 这些有香气的东西会有这样有的味道里面有 但是这里都完全没有 所以我刚刚吃的 哇好吃的里面有什么 鸡菇叫粉 所以 韩国 一百八 哈哈哈哈 我不同一百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 本家长寿村 嗯 哇 又来了 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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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看的时候 现在它是刚刚哪边的炸鸡 奶奶 这个炸鸡店 BBQ 还有 鸡肉 所以比起来说 这个鸡肉可能要 要小一只鸡的话 就更好的感觉啦 看起来 炸的东西还不错啦 炸的情况 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好吃 因为炸出来的质感很不错 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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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台式拉杖 真的啊 嗯 你们泰国拉杖一品买的时候 年年的对吗 这个年度再来一来的 这个是天分的甜度啊 我觉得这是台湾的喜欢 做这张都可以了 他也没有说韩国一百拍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嘛 他也没有韩国一百拍啊 比如说你们说 好吃吗 我会说好吃哦 好吃 但是 你们问我 这是韩国的吗 我会说 还是有点有主力啦 这些 有点不一样 就这样 但是好吃啊 好吃 KGIF KGIF 哦 来咯 看的时候 非常有机会 哎呦 看的时候就机会 你看 这看一下又来咯 这 它跟BBQ 差不多一样的鸡 这个鸡肉的大小 非常喜欢 哦 因为韩国是大概这样子 有机会哦 有机会 看的时候有机会 嘖 有一点可惜是颜色炸得不够 别的炸鸡 看的时候呢 比起的时候呢 这个哪里有炸 这个是外面有土土的 所以这个没有的时候 比较 雀都比较不会出来 所以这张都啊 比如说你去炸鸡店 这个的餐厅去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 因为不会闷到 但是这个外带的时候呢 不死了 因为雀都晚上死死了 这个没有 完全没有雀入了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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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机会的 啊 很可惜 鸡肉 看起来颜色是对的 颜色 好吃 好吃 哦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我刚刚说什么 韩国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太甜对吗 大家记得 它不会那么甜 甜度下降了 韩国的原食系统不在这里 但是他们的甜度下降 所以我觉得 这张都台湾人会非常喜欢 这个好吃耶 这个好吃 这边餐厅做得很好 这个我会推荐 推荐 很厉害 太厉害了 鸡肉 OK 这个看的时候 这个控不过了 控不过 哇 这个 没有鸡蛋 哦 这个 这个 不一样 炸得还不错啦 炸得下还不错啦 但是有人是为什么那么黄黄的 我觉得这个 不是鸡蛋的炸出来的 就是鸡蛋 炸的东西不一样耶 哎哟 我觉得就 原刺激 在哪边的炸法 炸的方式 就是 不确定 炸看起来不像炭气 还可以啊 嗯 还可以耶 嗯 还可以耶 我说是这个 那你们看看 说是这样说 其实黄色眼神你们看不到 对啊 哈哈哈哈 不对嘛 看不到 啊 我知道为什么 炸的厚度 韩国都一块一块的 不是普遍炸的 所以吃的时候 确实有关系 干 这个是比如说 汤酥肉呀 或者是这些的店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的炸的方式 你问我这个是好吃吗 我会说好吃啊 但是这个是韩国的道地吗 我说有差 有差 这个一种特色啦 他们餐的特色 所以 我觉得还可以啦 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啦 哇 这个是在哪里的呀 这件事是秘密的 哦 秘密的 对对对对 哇 这个是今天的 哇 他是王要王 哇 哇 最大 哇 还有切的方式 哇 你们不用告诉我 这个哪里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完成台湾的炸鸡啦 韩国的 呃 酥子而已啊 我会说这样子 一两天跟你讲一下 哦 无鸡豆 哇 无鸡豆啊 哇 哇 这个我会说 这个不是台湾鸡 这个是美国进口的鸡啊 这个是美国进口的鸡啊 哇 哇 这一定进口的呀 这不是台湾的啊 哇 哇 啥 这是多少钱啊 我 我是都开心开心 开心死了 哈哈哈 咯 喵里我们旁边的一个炸鸡 台湾炸鸡店名字是什么 炫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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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子炸鸡味道一样 很严重 但是脏的话还蛮好吃耶 脏 等一下我再一次吃一下 可是酥子还可以耶 但是我会说 这个炸鸡店 跟酥子完全不一样的店 酥子是还蛮靠近韩国的味道啊 这哪一店呢 你小心他要特别去跟你说是哪一家 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 嗯鸡豆的韩式炸鸡 今天我们不要用这个 我们敢用东圈辣椒酱 嗯鸡豆韩式炸鸡辣酱完成 师傅你吃吃看感觉如何 东圈辣椒炸 所以这个是谁的师傅啊 啊我的 但是你换成了我的辣椒包 换成东圈辣椒吗 对 哇我们联络跟东圈辣椒炸一下 我觉得东圈辣椒炸用炸鸡做好了 东圈韩式炸鸡 我要开台中开这张店 好厉害 这个炸鸡真的是不好吃耶 对啊因为这张的 传统的店不会做到这个的味道啊 这好厉害哦 你看我是他们专业主厨 对啊 我最喜欢 推荐的话 韩国的品牌的话 BBQ 还有第二面是 对 我推荐 还有台湾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养椒 差不多一样 伊热 伊热跟这个 黑 他们的养椒 还有这边的话 他们的这个黑胡椒 这个的味道 两个味道我推荐 最后的话呢 哇 这个 东圈拿着韩式炸鸡 哇 哇 哈哈哈哈 这个的 我想要开的电邮 哈哈 我从现在我们是 股东 我是股东 哇 哈哈哈哈 喜欢我的今天的开动的系列的话呢 你们问一下 师傅 下一次哪一个吃 韩国的菜也可以 台湾菜都可以 你们下面的留言一下 下次的话呢 我找你们 我制的养科 这样 找你们 所以你们炸鸡自己可以做 简单的呀 真的 所有的韩式炸鸡 对没有错 哈哈哈哈 所以等等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哦 谢谢 拜拜